重大焦點持續要來關心 是台北地見署最新的偵辦進度了 因為面對柯文哲並不是只有調查金華城案 同步也在偵辦的是柯文哲的政治獻金假賬案 檢方比對金流之後呢 其實在昨天緊急傳喚當時的進走財務長李文宗 而訊後就認為他是涉及做假賬 當庭原本是證人身份就轉列被告 依照偽造文書罪呢 是以兩百萬元交保限制出境 同時也實施了電子監控 而在今天凌晨交保之後呢 這是李文宗面對鏡頭 神情凝重啊 全程面對媒體都不回應 來看我們的最新報導 深夜疲憊不出北檢 這次從證人轉為被告 他是柯文哲競選總部財務長李文宗 被檢調深夜預定兩百萬交保 限制出境出海 同時需要受到電子監控 在北檢待了兩個多小時快步上車 情有湊齊兩百萬保金把他接走 首次約談二十天後再以被告身份 再傳還到案 難道案情有新的轉折 原警陪同下李文宗神情凝重 他涉嫌二零二四克文哲競選總統 經手數千萬假帳 被以偽造文書罪偵訊 在當初政治現金申報中 有三筆支出被石勒尼奧公司指出 並未收取多達九百一十六萬的費用 不僅如此一千三百萬還流入木可公關公司 記者會上被柯文哲切割 從十四號北檢展開搜查 當時被訊後請回 呈說自己完全不知情的 李文宗疑似也並不無辜 如今被二讀約談 又以兩百萬交保 曾被柯文哲切割 自己是他悟信五十年的老同學 還被立委黃珊珊給 李文宗財務長 還有相關的會計處理人員 現在都是列為檢調 偵訊的被告 當初的口誤一語成痴 民眾黨臺面下有什麼引擎 這次偵訊會讓柯文哲政治獻金案 有什麼新進展 就看檢調掌握多少新證據 記得 綜合報導